《仙剑极侠传》将开拍电影版根本神作 原来除了胡歌、刘亦菲、彭于燕还有这些人也有演 1995年经典RPG游戏《仙剑极侠传》一推出就掀起了轰动 并且在2005年开始翻拍成也将演出的演员胡歌、刘亦菲 安以轩、彭于燕、霍建华及刘诗师、刘品年、杨幂等人推向事业另一波高峰 由游戏公司公开证实整个故事将搬出 并会呈现史上最完整的游戏世界观 准备推出电影版的消息 以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再往好论度已经破表了 距离电视剧到现在即将开拍的电影也已经过了13年 就来一起盘点这几位原班人马 后来的生活境况到底如何呢 胡歌李逍遥在仙剑旗下转 终实演男主角的胡歌 从当年爆红的小声到现在 已经变成了一位本重的男神了 顶着大明星光环的他 虽然曾经历过重大车祸 还是不断的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为人相当的低调 并在今年也借着猎场入围了上海电视节奖 最佳男主角奖 刘亦菲照灵儿 当年只有18岁的刘亦菲 也让最多人印象深刻 就是仙女姐姐这一脚了吧 随后也有演出不少的代表作品 在2015年也传出并证实和明星宋城县交往 但前阵子因两人工作忙碌 又是远距离而分手 在今年正是以中性的男装打扮 和景伯然一起主演《南烟斋毕露》 安乙萱临月如其中 最古灵精怪的角色就非安乙萱莫属了 其实在2000年就以《麻辣千诗》出道 后期也演出很多电影及电视剧的作品 去年六月和澳门富商再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而且安乙萱也早已升格当妈 但在今年冬过手术后就开始暂停工作 休养刘诗诗龙魁剧中演出 一个有双重性格角色的刘诗诗 也让大家开始关注的 最让大家惜之的莫过于 2011年演出步步惊心 又和吴奇隆产生了吧 不久正式交往 后也在2016年 于巴厘岛完成了终生大事 并在今年也和彭于燕 胡歌一起主演的古装经典好戏风中起源 霍建华徐长青饰演一位遇见江湖 至情至性的霍建华 播出后都得到广泛的关注 当年也演过《麻辣千诗》 此外他更在去年演出了七部偶像剧的惊人 而最大的写训绝对是2016年 和林心如在巴厘岛举行婚礼 并在去年也孕育了一女 而在今年霍建华和周迅一同演出 最对受瞩目的《大古装公斗剧如一传》 彭于燕唐玉演出 一位痴情男子的彭于燕 也广述大家的喜爱 而在2011年演出翻滚吧 阿信让彭于燕的喜怒打开 变得更多元 不论是动作戏还是爱情喜剧 没有一项能难倒的 虽然现在已红透半边天 但工作之余也不忘带着妈旅行 并享受家人时光 今年彭于燕为了演出的武打片 邪不压正 也是刻苦修炼 并且也已经上映了 杨幂西摇家雪剑在剧中成功地 饰演艺人两脚的杨幂 播出后人气也开始直升 2014年和刘凯威 在巴厘岛结婚后 也有了一位女儿 虽然早已成为了杨幂 但人气依旧居高不下 而且在影剧方面的代表作 也是多到数不清啊 刘昕妍阿奴当年饰演了一位 俏皮可爱的少女 这也是刘昕妍首部演出的大剧 早期和曾之乔一同组女子团体 Sweetie 还有参与的偶像剧 都是当年不少人 2007年决定暂停工作 并且远赴法国进修 回归后 不只是多方面演出 偶像剧及电影 并曾得裹金钟女配角奖 演技越来越好 也备受肯定 而在今年则和吴康仁一同演出 新时代剧《愤怒的菩萨》 以上这八月从当年的